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讲的题目非常重要 很多学生来问我们WhatsApp 或者打电话问我们的时候 解释给我们听之后 他会觉得是没有信心的 我想跟大家讲一些信心的问题 I have no confidence in studying for the CN or PE or whatever the examination What do you do? 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没有信心的事情 信心呢 其实就是自己比的 老实说 就是你的信心 当然我都明白你没有信心 我都试过没有信心 我都试过 尤其是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信心 因为我哥哥问我 为什么你好像不开心那样呢 我又不敢说给他听我的问题在哪里 他说你是否身体不舒服啊 还是有病啊 还是你觉得你怎么样呢 其实他就不明白我的信心不够 我也明白的 所以我绝对了解你的信心 但是信心 后来我发觉 信心呢 就是你要不断地去准备 准备 准备 再准备先 那这个是信心的来源 你准备得好的时候呢 你的信心就会大了 等于你第一次上台唱歌 或者你第一次考车牌 你都是没有信心的吧 或者你面试都是没有信心的吧 是吧 我告诉你听一下 你问我呢 就是根据我的经验 教过这么多个学生 或者是见过这么多的来考牌的学生 或者是见过最少一千个 或者两千个以上的来见工 去我们这些公司 就是我做过大公司很多间 是吧 来见工啊 或者是这样 他没有信心 那其实信心 我刚才说的 第一件事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多一点去准备 准备 是吧 你自己准备 可能没那么好 你找一个教练嘛 是吧 那一个教练 就像我学校做一个教练给你 那这个准备呢 很重要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找一个专家来教你呢 准备 你先说一说 我今天听过学生问我 哎呀 sir 我觉得 你们好像 你附近好像有几个学院 或者几个组织机构 都是教这些 我说是很不同 为什么呢 我们全香港第一间 这一间学校是教这个呢 是特区工程师 或者特区工程师 考派的课程 全香港第一间 可以回到2000年的时候 差不多了 可能再做些 都不行 不要这个 2000年左右 我认为 是的 那 其他 我所见到后面 都是跟我的 我想大概在2020年开始 很多人跟我 那 那 讲回这个问题先 那 他们抄不到我的 第一个 准备了 准备很重要 你准备充足 是吧 第二个呢 就是找一个教练 你有一个coach 是吧 就是你找一个coach 你要找一个 很厉害的coach 是吧 就是你一个 你学泳春 你就找叶文 如果他在那里 是吧 要不然你找李小龙 李小龙都不在那里 那你找一些高手 是吧 就是找一些低手 你学的东西都是低手 是吧 找一个好的教练 还有呢 你要找一个人呢 他是愿意 很重要 就是他愿意帮你 这个很重要 你看到很多 很多教练 或者他出很便宜的价钱 或者他是 或者是他没有心去帮你 就是他的目的就是我赚你一笔钱算了 是否有你的事 我说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你看我的学校呢 有114个学生 这个不是壮彩 我经常都说 你四个学生 你可能壮彩 14个学生 你都可能壮彩 114个学生 是不可能壮彩 一定是有一个 成功的公式 成功的方法 是吧 就是你跟这个好路销 一生人你只要跟着一个好路销 那你已经受了我了 那我愿意帮助你 很重要 为什么我愿意帮助你 因为我都考过 我都试过你那个彷徨的程度 我都试过 没有学历 没有工作经验的时候 那为什么反败为性呢 我好像在YouTube也有一两套 比较讲得少的 就是反败为性的哲学 那我们不要说了 总之你的老师很愿意帮你的 无私地帮你很重要 那跟我们学校呢 是 包你两年 不管你考几次 总之我会尽量帮你 都不计算你时间 以前我都计算时间 八次啊 十次啊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八次十次 你很厉害的 我见过四次 上过来见过四桌三桌去考 那信心不大的 来了五十二次 每个礼拜一次 来了五十个礼拜 一样可以考 一次搞定 好吗 所以 我觉得呢 这四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第一 你要准备得好 那这个教练 我会告诉你 你怎么准备 你找个专家来教你嘛 你找个普通的人 他又没有做过考试的主考官 或者他是没有考试的经验 那不行的 那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你找个好的教练 有更重要的 第三呢 我非常愿意帮助一些 是新进的 有能力的工程师 成为一些注册工程师 没有一个医生 读医的 或者做工程师 不愿意拿医生牌 或者工程师牌 这个是你的理想 还有呢 就是我包你两年之内 不管你考多少次 OK 总之我们帮你 两年之内 帮你考 你考不到 我再教你考第二次 OK 好了 那讲到这里 停一停 如果你是 没有信心的 你用我的方法 要多些准备 准备 准备 练习 练习 再练习 OK 好 我讲到这里 先停一停 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 再讲一次 有些同学没有听过 就是 很多年前 我在中学的时候 逐到中四的时候 有一年很想去参加 这个 南蛙会 考青年军 代表香港队考青年军 偷偷地 趁老师不知道 就炸病了 再考 再考 第一场 OK 一路考 那天 好像考两天 不再考两天 第一次就pass了 第一天 第二天再考 到最后 那场 一天可能考两三场 三四场 到最后 那场 就fail了 结果 我就没有做到 足球员 做了一个 工程师 我记得当时那个教练 就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小朋友 当时我很年轻 十六七岁 他说 你知道踢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哇 那我们说了 技术啦 速度啦 头脑啦 策略啦 说了一大量 那教练就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 练习 哇 那我们开始听他说 练习有什么特别 接着再问 他再问 第一是练习 第二是什么 没理由说 速度啊 技术啊 策略啊 或者是踢球的知识 他说 不是小朋友 第二是 都是练习 所以 第一是练习 第二是练习 第三 大家不用说 都是练习 对不对 我希望可以激励到你 希望可以帮到你 考试合格 成为一个 驻习工程师 1978年我入行的时候 我都希望做工程师 但通话机会很低 练习不到10年之后 我就成为一个驻习工程师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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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练习 多谢大家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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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